menu里面的item 有几个item就几个item 然后给对应的ID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存识部分就是要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就是当 uncreate的时候 要载入option menu 当我点选的时候 它要触发哪一个 所以你会有getitemID 再判断哪个itemID 去做哪一件事情 这个部分 其实也可以取代 button的这个事件 所以这里的话做法 也不是很困难 所以之前有做过只是做个 复习 刚刚的画面这边都有 如果你们有些动作做不出来没关系 那怎么做那个menu 我想前面都做过了item123 那这123的话假设是你有三个按钮 你就是一个menu 不过我也建议各位可以在 在练习看看有那个submenu 比如你点下去 这个类别里面还有个类别 那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如果你的功能特别多的话 你可以有submenu 那这个第一个是浏览网页 那第二个就是拨打电话 打电话等等 三个功能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主要实作在 主要实作在 这个onoptionitems类的 那另外一个那个oncreate 的这个optionmenu 那个部分应该已经 如果你是现在的版本 应该都自动会产生的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不用自己做了 就是oncreate什么呢 optionmenu 它会自动怎么样去 传入一个什么呢 传入一个参数是menu 那这个menu的话呢 要把它实作出来 那怎么去把它 画上去在底下 基本上预设应该都有 如果没有你就自己要 必须要加上这一行 就是getmenuinfecter 里面的infect方法 它可以怎么样呢 帮我把什么呢 menu 就是r底下的menu的资料夹 里面有个men 把它怎么样 载入进来 载入到哪里呢 载入到下方 所以这个是当什么呢 uncreate的时候 有没有 会帮我载入optionmenu 那实义上实作是在这里 就是当我 一个什么呢 会触发一件事 比如说按一下其中一个的话 它会传进什么 传进一个什么呢 一个menu的 这个menu的一个item 有没有menu item 也就是说你点了哪一个 这个item 它会告诉我 从什么 从这个后面的参数 这个item的参数里面 会告诉我 那我们用什么去比对 其实比对的方法 就是从item里面 有个方法叫getItemID 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去比对什么呢 R点 特别最后比较容易错的是 一般我们常常会打错 是R点menu 实际上它不是menu 是ID 去ID里面找什么 item1 item2 item3 如果说你有submenu 那你可以1-1 不要用dash 用底线 底线应该ok 那它也会去抓底下的menu 去执行后面的方法 那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后面的程式 我是把它写成一个void 一个方法